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那天來關心天氣 等了好久 終於天降甘霖 氣象局針對了宜蘭 還有台東發布了大雨特報 今天還針對了屏東線發布了好雨特報 今天下午屏東線的山區 就一度下了大雨 許多民眾好開心 跟雨合照還比夜 就希望這雨能夠再多下一點點 就帶你來關心這個 颱風疏力機的最新動態 今天是他距離台灣相對而言 最近的時候之後 他會往東轉 遠離台灣 對台灣來說 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不過這幾天 台灣的周圍都要留意 沿海會有長浪的發生 像是今天在台東還有蘭嶼 就觀測到了四米到六米高的長浪 這幾天沿海的活動 都要注意安全囉 就帶你來看到雨區預報圖的部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受到了這個偏東風的影響 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有局部的降雨 到了明天白天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降雨的範圍 擴大囉 北部局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都有局部的短暫雨勢 另外呢 中南部的山區 在明天中午過後 則是會有雷雨發生的機會 其他西半部地區 還是維持大致上是 晴稻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溫度部分呢 和今天來說是差不多的 就帶你來關心 明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 明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 台中彰化南投降雨機率 10%到20% 23到31度 雲林嘉義台南 降雨機率 10%到20 陽光露臉 高雄屏東 23到32度 要留意溫潮 來到了10度左右 宜蘭花蓮台東 有降雨的機會 22到29度 再來看到外島地區的部分 馬祖金門澎湖18到28度 最後天氣小叮嚀 帶你來看到這一天的天氣變化 明後兩天 星期五 星期六 北部東半部 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星期天 星期一 受到了華南雨區東移 通過台灣的影響 各地的雲量增加了 降雨機率也就增加了 而星期二 星期三 台灣上方還是有不少的水汽 北部東半部有短暫雨 而這幾天 中南部的山區 在中午過後 也有局部短暫雨 發生的機會 以上的天資訊 提供給你